根据俄罗斯媒体5号消息 针对俄罗斯与西方和乌克兰进行谈判 以及停火一事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期评论称 俄方没有可以谈判的对象 西方和乌克兰政客都没有做好认真对话的准备 与此同时 西方还在试图动员反俄和反华联盟 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西方还没有人可以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也没有准备好进行严肃对话 美国、欧洲和乌克兰领导人正以瑞士大会的形式 上演一场谈判的丑剧 哥本哈根模式绝对是死胡同 他还强调当前西方正试图用真真假假的勒索和谎言 将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 拖入瑞士的聊天会 据悉瑞士将于6月15号到16号 在卢塞恩市附近举行乌克兰问题会议 大约有160个国家硬要参加 但俄罗斯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出席 拉夫罗夫还说 西方现在同时在试图动员反俄和反华联盟 其中反俄联盟是当务之急 而在中国被视为主要威胁 主要对手的前夕 西方也已经开始拼凑反华联盟 与此同时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个国际组织秘书处 也充斥着西方国家代表 拉夫罗夫举例指出 联合国秘书处就会雇用长期合同人员 让他们有机会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他们的资产就会存进美国银行 如果美方想利用这些人 就可以直接以此为抓手 因此联合国当前需要改革 消除有利于西方的不平衡因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